嗨 欢迎来到小飞英语 今天我们来看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日常口语表达 好 我们来看第一句 我们休息五分钟吧 比如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在学习的时候比较累了 他说我们休息五分钟吧 这句话怎么用地道的口语表达出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每句片段 我们休息五分钟吧 好 我们把这句话慢速读两遍 我们来看一下break这个词 它可以做名词表示休息 也可以做动词表示打破 比如来看一个例句 谁打破了杯子 那这句话中的broke用了过去式 who broke the cup 谁打破了杯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的连读规则 take和er两个词连在一起 复原连读 take take minute和break 两个复印连在一起 前一个词唯音的t 失去爆破不发声 形成一个小小的停顿 mini break mini break 好 我们把整句话连起来读一遍 let's take a five minute break let's take a five minute break 我们休息五分钟吧 其中的five 我们可以进行替换 比如说休息十分钟 我们可以说ten minute break 好 我们再来往后看 下一句话 我保证 和对方做出承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这句话 那怎么用地道的英语来表达呢 我们来看一下每句片段 you have my word you have my word 我保证 you have my word you have my word 从字面意思上来翻译是 你有我的话 那它的隐身意思是 我保证 you have my word you have my word 我们来看一下和word 这个词相关的一些表达 in other words 换句话说 in other words 我们再来看一个短语 in a word 表示总之 in a word 总之概括的意思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下一句话 太遗憾了 比如说某件事情没有做到 我们向对方表达太遗憾了 用英语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每句片段 太遗憾了 what a pity what a pity pity 这个词它可以表示 遗憾的意思 好 每个单词我们慢速读两遍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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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pity 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的连读规则 what 和er 两个词连在一起 辅圆连读 t在两个原音发音中间 倾向于发 d d 这样的音 有一个小小的酌话 what what 点起来 what a pity what a pity 我们再来看一下和pity相关的一个非常常见的表达 同情某人 我们可以说 take pity on somebody take pity on somebody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不要同情他 我们就可以说 don't take pity on him 比如说有个人非常可恶 不值得同情 我们就可以说这句话 don't take pity on him 不要同情他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下一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在安慰别人的时候 比如说别人比较伤心 我们就可以来安慰他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每句片段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好 每个单词我们慢速读两遍 everything everything will will be be fine fine 连起来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安慰别人的时候 这句话非常常用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一句话 别着急 比如说呢 我们的朋友遇到一些比较棘手的事情 我们安慰他 别着急 怎么用地道的口语表达呢 我们来看一下每句片段 take your time take your time 别着急 take your time 其实是非常简单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三个小词构成 我们把每个词慢速读两遍 take take 和take相关的表达 第一个 take a look 看一下 让别人看一下我们手里的某一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说take a look 看一下 下一个 take a seat 表示坐下 take a seat 再来往下看下一个 take a nap 表示睡一会儿 比如说中午午休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样的表达 take a nap 其中的nap这个词表示小睡 休息一会儿 我们再来往下看下一个词组 take a bite 表示吃一口 比如说我们手里有特别好吃的一个食物 或者是水果 反正对方说来吃一口吧 就可以用take a bite这样的词组 bite表示咬的意思 take a bite 吃一口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take a shower 表示洗个澡 take a shower 下一个 take a break 表示休息一下 那这个词咱们刚刚在前边的内容中有讲过 take a break 休息一下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下一句 振作起来 比如说身边的人可能最近情绪比较低落 遇到一些不太开心的事情 我们跟他说振作起来开心点 咱们来表达呢 我们来看一下每句片段 Cheer up Cheer up 振作起来 Cheer up 我们来重点看一下Cheer这个词 它可以表示干杯的意思 比如说大家举杯一起来碰杯 可以说Cheers 干杯 另外它还可以表示加油 喝彩的意思 比如说在一些体育比赛中的拉拉队 就叫做Cheer Team Cheer Team 拉拉队 那Cheer这个词它后边加了Up Cheer up 表示振作起来开心点 好 每个单子我们把它慢速读两遍 第一个词 Cheer Cheer 第二个词 Up Up 我们把它连起来 Cheer up Cheer up 好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您想学习更多的日常口语表达 欢迎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拜拜 by bwd6